大家好 万一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贸易局势 中国对美国最近宣布的大幅提高电动车 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等关税表示强烈不满 并迫切呼吁美方取消这些不公正的措施 商务部指出这将对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 最终成本将由美国企业与消费者承担 同时我们也将关注加拿大的电动车市场 尽管电动车销售持续增长 突破了纪录高点 许多汽车制造商却选择收缩生产计划 转向混合动力车型 这背后的原因是消费者对高昂价格和充电便利性的顾虑 这无疑是制造商们未来需克服的主要挑战 这一切都在全球贸易的漩涡中 展现出政策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复杂博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贸易的漩涡中 中国和美国的关税战争再度升级 火药未十足 中国商务部的强烈反应宛如一声为鸣 揭示了美国对中国电动车 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 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 他们几乎美国应立即纠正其错误做法 取消对中国的所有关税增加 这一强硬延迟反映出北京的愤怒与无奈 认为华盛顿的举措将严重破坏 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供应链 最终使得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需要承担更高的商品成本 这些抗议声音响测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 而宣布对数百种中国产品增收25%至100%不等的关税后 这些措施源自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审查 目的是针对中国的所谓有害政策和做法 其中 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将翻四倍至100% 而电动车电池则提高到25% 这些新规将在两周内生效 此外 从20年起 非电动车使用的中国锂离子电池 也将被征收25%的关税 而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则分别为50% USDR的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令 也在美国内部激起了层层波澜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访华的努力 似乎并未能够有效化解这场贸易摩擦 而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 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这些关税措施是拜登哈里斯政府 捍卫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坚定承诺的一部分 实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然而 这一连串的关税增加措施 也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动荡的缩影 随住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参加竞选 竞选期间 他曾对中国征收了大量关税 在最近的辩论中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指的辩论中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指责特朗普的政策 未能阻止中国在美国芯片产业中的渗透 这些争论不仅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也使得未来的双边合作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 与此同时 另一个焦点则是电动车市场的波动 尽管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电动车销售持续增长 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但汽车制造商却在逐步收缩 其生产计划解约地 哈尔的市场分析师J.D 雷指出电动车市场已经过了早期采用者阶段 现在需要说服主流消费者接受这一新技术 然而高昂的价格和充电便利性的问题 仍然是许多潜在买家的顾虑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PHV的销售正在上升 这种车型可以在电子耗尽后 依靠燃油引擎来增加续航里程 来增加续航里程 如果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车时犯了错误 那将是一个高达6500加元的代价 这促使他们更加谨慎 面对这一局面 汽车制造商们开始调整策略 通用汽车计划减少约50辆电动车的产量 而福特则暂停了电动HV的计划 转而生产混合动力车型沃尔沃汽车首席执行官 James Rowan则认为 从内软机转向电动车是一个重大变革 需要时间来示意和调整 他表示 公司会在本十年内准备好全面转向电动车 但如果市场基础设施和消费者接受度尚未到位 他们也愿意给予更多时间 加拿大政府的政策也在推动这一转变 联邦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征收100%的关税 指责为本地公司建立国内电动车制造业 提供时间和空间 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会长Brian Kingston坚信 电动车的采用率将继续增长 但必须解决需求障碍 为了加速这一过程 联邦政府推出了新的规定 要求到2026年20%的新车销售因为零排放车辆 并在2030年和2030年和2035年分别达到60%和100% 此外政府还提供了购车补助 回北克的补贴助为慷慨达到7000加元 这大大提升了该省的电动车采用率 来了这些补贴将在明年开始减少 最终完全取消 尽管如此 电动车的前期成本仍然是主流买家的主要障碍 一辆燃油巨洞的丰田RAW-Z售价约36 215加元 而全电动的现代IN-E股则标价57 676加元不含补贴 Timston表示随着技术的进步 而预计GJ价格差距将在10年内缩小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 为了激发消费者需求并实现联邦目标 电动车的整体成本必须下降31% 然RNA指出 还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可以说服更多加拿大人选择电动车 50%的加拿大人甚至从未坐过电动车 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曲线 而在制造商、政策制定者和游说团体之间 这将是未来几年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对美国提高对中国产业关税的回应 显示出中美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持续性 这些关税主要针对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 中国商务部强调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 增加了进口商品的价格 最终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成本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确认这些关税作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审查的一部分 并强调这些措施旨在针对中国的有害政策和做法 以捍卫美国工人和企业 另一方面 加拿大的电动车市场虽然销售增长 但汽车制造商却在收缩生产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电动车注册量占总车辆注册量的12.9% 显示出市场需求的增长 然而 电动车高昂的价格和充电基础设施的限制 使得消费者采购意愿受到影响 这导致一些汽车制造商调整策略 减少电动车的生产 并转向混合动力车型 加拿大政府为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包括购车补助和新的销售目标 然而 汽车制造商认为 如果不进一步改善充电设施和电动车的可负担性 这些目标将很难实现 这些关税和市场动态 反映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复杂性 以及政策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博弈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美贸易摩擦和加拿大电动车市场的发展 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中国呼吁美国取消对电动车 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的关税增加 本周的重磅消息之一 来自中美关系的最新变化 中国对美国增加关税的决定 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这些关税涉及电动车 光伏电池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 中国商务部表示 美国的这一决定不但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 还会推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 最终成本将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 商务部要求美国立即纠正这一错误行为 取消所有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确认将对多种产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其中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更是四倍增至100% 而电动车电池和锂离子电池 也将分别征收25%的关税 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等关键领域 也在关税名单内 这些行动将从明年开始陆续生效 这一举动势必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批评美国的这一决策 认为会严重打击中美相关产业的稳定合作 对全球产业供应链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反观美国 这一系列关税措施被解读为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的举措 是白宫为了面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做出的反应 这一事件还恰逢美国总统选举倒计时 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首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这类关税 引发了中美贸易战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辩论中也指责特朗普引发贸易战 但未能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展 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美关系在近期内无法迅速改善 电动车销售仍在增长 为何汽车制造商却在收缩 电动车EV的市场动态同样引人关注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 电动车的销售达到了新的高点 今年第二季度 超过65000辆零排放车辆被注册 这些车辆占所有车辆注册量的12.9% 相较于五年前的3.4% 这一增长显得尤为亮眼 然而 尽管销售数据向好 汽车制造商却在调整策略 市场研究公司JDPOWER的JD 你指出 我们已经过了早期采用者阶段 接下来的挑战是说服更广泛的消费者 接受电动化 这些主流买家通常更谨慎 价格高和充电不便是他们最主要的顾虑 同时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PHEV的销售正在上升 这种车型提供了一个折中选择 能够吸引那些担心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的顾客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汽车制造商们 正在缩减全电动车的生产计划 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公司都在调整生产策略 增产混合动力车型 尽管如此 汽车制造商们并未放弃全电动化的承诺 沃尔沃首席执行官Jim Rowan指出 转向电动推进是一个大步骤 公司将在本十年内准备好全面电动化 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加拿大政府也在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出台了多项激励措施 联邦政府提供的5000加元补助 加上部分省份的额外补贴 无疑对推动电动车的采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 电动车的前期成本仍然较高 这对主流消费者来说是一大障碍 总的来说 电动车在销售增长的同时 面临的挑战也不少 如何降低成本 改善充电基础设施 依然是未来的关键问题 制造商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共同努力 才能让电动车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YouDo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全部人的游客 全部都行为 Connected to the world's big stage 全部都行为 Investing your best 全心上的笔理 也许多对天 我喜欢关系的观点 每个 topic's heart flick 6-degree chest got talk about that like crazy chest sharing where we're at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eart taste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eart flick 6-degree chest got talk about that like crazy chest sharing where we're at goo grab a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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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